在卫生局副局长郭湘兰以及疾管科长甘乃如和中正区卫生所主任吕燕婷等人一起陪同宣导下 机动室卫生局长张贤正带头到中正区卫生所同时施打流感以及新冠肺炎两种疫苗 左手打流感右手打新冠肺炎 让10月1号到31号进行第一阶段符合资格等11大类 包括65岁以上长者以及满55岁以上原住民朋友们都能够安心跟着接种施打 也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带着健保卡就可以到七区卫生所 以及本市54家合约医疗院所和陆续开设的社区接种站接种疫苗 一起再来接种一副新的新冠疫苗 所以我们跟着中央的政策我们左流右心 这个是新冠的新 左流右心 然后我们健康能够安心 那哪些人在10月1号是我们第一批接种对象呢 那10月1号开始打的是我们最重视的最关心的族群 那包括我们65岁以上的长辈 那这个部分包括55岁以上的原住民 也跟65岁以上的长辈一起来接种 再来是我们的幼儿 那只要满6个月以上 因为6个月以上才开始打这个流感跟新冠的疫苗 满6个月以上的幼儿都可以来打这个流感跟新冠的疫苗 在学校念书的我小国中一直到高中或者是大专到三年级 专科到三年级 所以我们这个就会到校园里面来接种 那另外有一些相对高风险的族群 有一些潜在疾病 例如我虽然还没有65岁 但是我有糖尿病 或者是我有一些心脏疾病 那这些高风险的疾病 或者是我有重大伤病等等 那我只要成年 然后我有这些疾病 那我也在第一批的施打 另外 医事人员 医护人员 防疫人员 然后另外我的工作会养鸡啊 养鸭等等这些 我们也都邀请在第一批来接种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对象 可以在我们的网页上面来看到 卫生局的网页 对于谁在10月来接种 那11月又放宽到哪些接种的对象 都有详细的资料 另外卫生局也特别邀请符合流感疫苗接种资格的市议员成民建 也跟着接种流感疫苗 用国语及阿美族语呼吁符合接种疫苗资格的原住民朋友及长者们 把原住民从55岁以上 就会施打流感疫苗跟新冠的疫苗 所以我们鼓励我们55岁以上的原住民的亲朋好友 可以到我们各地区的卫生所跟医疗机构 来施打我们的流感跟新冠的疫苗 其实一大早许多接到通知的长者就已经到中正区卫生所报到 符合资格的长者以及小朋友和家长把卫生所坐满坐好 甚至连二楼电梯口都坐满 接种流感疫苗情况非常踊跃 也有阿公阿嬷带着五岁孙子双胞胎兄弟来接种流感疫苗 也协助卫生局宣导 让卫生局长张贤正很感谢 而10月1号刚好也是带头大力宣导接种流感疫苗和新冠肺炎疫苗的 季同市卫生局长张贤正的生日 个性开朗的张贤正小开玩笑表示 感谢中央政策定在这天 让他有机会可以加强呼吁长者们赶快来接种疫苗 定在我生日那一天打流感疫苗 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 谢谢各位长辈跟中央政府的政策 那鼓励大家还是要在这个10月还没到冬天的时候 就要赶快来打疫苗 不要等到冬天的时候才打 陪同的卫生局以及卫生所同仁 也当场为局长张贤正唱起生日快乐歌 恭喜国家送他两剂疫苗 当作生日礼物 记者吴俊松 西东报导